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歡迎大家又回來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亦有我Anna 和我們的嘉賓主持 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嗨 大家好 Anna 你好 又一個禮拜沒有見了 今個禮拜知道 亦會回覆聽眾朋友的電郵 或者我首先說一說 問一些關於濕疹的電郵 好嗎 袁醫生 好的 這位聽眾朋友 在他的iPhone 在1月1日傳送了一個電郵給袁醫生 她說她有一個兒子 其實十四個月大 身體上偶爾會出現一些診 也有形容到一些診 其實是紅色 微微的 濃起 或者是周邊都不清晰 有時喜歡水涼之後 就會在四肢 後頸 甚至有時無端端都會慢慢出現這些診 曾經維持兩個月有多 有時就一個禮拜左右 真的很想請教袁醫生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她的BB小朋友呢 聽她的電郵資料 她的這種診 其實我們應該叫做封爛 封爛 封爛 封爛都是比較紅會腫的 一般封爛大部分都會癢 也比較癢 封爛有時是跟溫度的差別 例如浸熱水涼之後出現了 所以我估計她所說的應該是封爛 封爛 封爛有時會維持一個星期 有時會維持兩個月 我估計她的意思是 出現了兩個月左右 很少封爛會持續 兩個月都不散 通常都是離開散 在我們的節目 我也是聽眾來的問題 我們會根據主要的問題 詳細解釋一下 所以時間上可能 譬如這位聽眾1月1日 1月1日 我們都盡量會說 我們希望每一個問題 都比較詳盡地回答 就不是三月2日 搞你一兩天 這樣 變成我們會議這個問題 要重複地回答 我們希望給足夠的資料 如果你去用的時候 你會有些成效 我們的目的是這樣 當然 始終我們沒有機會 看病者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未必可以針對得到 這麼巧 我最近也遇到 有個情況 她清清的電郵來我們 其實我們都解答了 但接著她自己 親身來我的診所 我遇到她 我回看個案 知道當時 她的問題 不是她的電郵形容 她的病症 表症 但根源 她們一般人 是很難了解得到的 或者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始終做醫生 最重要是 尋找問題的根源 所以病歷是很重要的 是 也有些聽眾 會問我們 到底照X光 查不到 有什麼方法查到呢 趁這個機會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醫生 其實最重要是 百分之九十的資料 的斷症 其實有個病歷 很多時候 就變成在我們 在這樣的空間 我們很難 有時候 是真正對証 病人的重心 去找到答案 但始終她提出的問題 是很多人都有的 所以我就趁這個機會 給個機會 我們講一講 封爛這個問題 好了 封爛其實 成因很多 好像這個小朋友的個案 其實她很多時候 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她知道 沖了熱水涼之後 都會發起來的 一般來說 可能是藥物的敏感 是 或者是被昆蟲咬傷 有些人咬了之後 就會 持續很久 是 咬了之後 可能令人全身都引發的 所以 這個情況 可能是一種 對昆蟲的毒液 敏感 和食物敏感 亦都可能接觸 有些人會接觸一些金屬 然後帶 不是純的 金的耳環 這些都會出現 這個問題 當然 最主要的症狀 第一個症狀 通常就是很癢 有時候很癢 也很厲害 接著就會紅 會腫 有時候就離去去去 有時候就會 蔓延到其他地方 或者成為一個圈 一個環狀 但是很多時候 一塊塊 好了 風冷通常會持續 幾天到一個星期 接著自己會消失 身體始終有處理這方面的能力 身體也有自己的抗敏感 那些抗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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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時候 都是幾天到一個星期 都應該消失 通常我們要做 我們需要 了解病歷 病歷 病歷是多於去驗 其實可以這樣說 發現是驗不到的 當然 如果我們懷疑 可能是食物敏感 那現在最近 有一種方法 就可以刺手指 拿少許血 就不用去抽血 那方法 可以寄去 其實香港沒有這種 都會去美國 那就會看一看 有什麼食物的敏感 但當然 有些人是很持續性的 維持兩個月這些 我估計 他的意思是 在兩個月裡 出現成 出現成這樣 那這個一般性 那種一種比較嚴重 我叫做angio edema 即是他血管都腫脹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他那個環部 就不只是表面 其實裡面的血管 都會有些腫脹的 那通常你怎麼知道 他就不只是很局部 很清晰的 有邊界的一塊塊 他整個地方都腫的 可能整隻手都腫的 就不只是表皮那裡 是一塊塊的 一塊一塊地走出來的 那也有時候 有這種血管的水腫 就去到喉嚨那裡了 那這個就有一點點危險了 是 即是如果你喉嚨這樣 整體性的腫脹 當然會令你呼吸有困難 可能會窒息 那這種情況之下 就可以說是一種緊急的 是 就是醫療緊急的事故 那很多時候 他就會直接就 吐不了氣 那就可能又喘又盛 那這個 你可以估計到 他可能是那種敏感 是那個喉嚨那方面 是 那有些人 我認識的 有些朋友都是的 他不可以吃那些 吃那些貝殼類的食物 是 一吃那些貝殼類的食物 他不單止 就是頭痛 滋脊 或者他吃那些 味精那些 是 他全是不能呼吸的 那就很明顯 這是一種emergency來的 那當然了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些情況 如果你手上什麼都沒有 那通常那些人 就會送去急症室 是 但是有些病者 知道自己有這種問題 譬如有些人知道 黃蜂針親 他會很嚴重的 他通常會帶著一些 這樣的注射的物質 是 那些epinephrine 那些是皮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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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下線 那些皮上線 所以說腎皮上線 這些荷爾蒙 那些是急急夠溶 那通常有一支 一針 一針打下去 那樣 那也有時候 就有一種噴劑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是一種 比較緊急的 那在同學療法 我們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都有一些緊急的藥 那 譬如你萬一真的沒有 但是如果你是 是真的自己知道 經常知道這些問題 大多數人都已經看過 一般的西醫 都手上已經避到這些工具 那 那待會兒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會怎樣做 那先講講 一般的西醫的做法 都是用抗抗抗 抗敏感的藥 那如果大家了解 Benadryl 這些 這些是常見的 Pariatin 那通常是口服的 一般來說都足夠 但是始終這些西藥 一定有副作用 包括人會疲累 人會溫溫彈彈 人會溫彈彈 暈、口乾 還有很焦慮 這些就是 NTT-Cmin 那些副作用 那嚴重一點 就直接用到 雷固醇 口服的雷固醇 Pregnoxolone 這些 那這個問題 它就會抑制你本身的 腎上腺的功能 也會抑制你那個 免疫能力 那所以這種 當然不是第一線 一般醫生 都不會第一線 用這種方法 那你說茶方面有沒有 其實大部分 茶的都沒有什麼 真真正正正有效 那一般人覺得 凍呼舒服 那樣 就用凍呼 是吧 有些人熱呼舒服 用熱呼 這些都可以用的 但用一種藥性的茶 其實沒有什麼 那很多人 就是 出現這種問題 其實跟食物敏感比較多 是 如果那個食物仔 在餵奶 如果這個食物仔 還在餵奶 那很可能 就要考慮 他媽媽的食物敏感 是 那要了解一下 那什麼食物容易出現問題呢 通常就是 除了雞蛋 乳類食物 dairy product 包括牛奶 芝士 乳酪 雪糕 那有些水果都會的 通常是金屬綠 citrus fruit 譬如橙 檸檬 西柚 就是這類的食物 比較容易些 但除此都有其他食物都可能 那還有呢 食物那些 那些染料 那些防腐劑 還有很多的附加劑 那都是一個可能性 那也有些人呢 是未精 未精 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嗯 好了 那遇到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有些什麼的 啊 營養方面的處理 那 通常來說呢 我們都認為呢 啊 用一種 多種維他命抗物鹽 打到底線 是 那在我的 啊 一般的做法呢 我通常呢 就叫他吃一個熱綠素的飲品 叫巴哩Green 這種熱綠素 嗯 那巴哩Green 其實是很多營養素在那裡 嗯 除了有些小蜜草啊 螺旋草啊 有些五味子啊 北旗啊 有這些這樣的成份 是 那我覺得呢 就一般人的 現在的 雖然食物很豐富 吃的東西都是過量盡食 但是始終呢 食物本身的營養呢 因為那個泥土 沒錯 我們本身的泥土 根本就沒有這些 這樣的微元素 那所以呢 你種出來的食物 其實都不會有的 嗯 無論你吃多少都好 那另外一個原因 有可能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那個加工 就是製作的過程 那製作的過程 令很多的有效的烤素 維生素 都破壞了的 那所以呢 所以我覺得呢 遇到任何的問題都好 第一件事呢 就先整體去補充一下 是 那雖然呢 在外國也有時候 有些人笑啦 就是有些人 有時候全部都看到 這些這樣的資料啦 說美國人的 外國人的 這些料是全世界最貴的 因為他吃很多維他命 吸收不到 全出來 那樣 但是與此同事 很多人都要了解到 其實外國做很多 這方面的研究的 包括呢 是向一般的人 抽血之後呢 驗他一般的營養素 就是基本的營養素 維他命那些呢 都發現呢 是很大 很大多數人呢 是基本的維他命呢 是都不夠的 是啊 那所以呢 就不要以為呢 吃這些東西呢 就是浪費錢的 那但是也都有 我覺得很多研究呢 就比較一些 就是經常喜歡吃這些 所謂補充劑呀 維他命抗脈鹽啊 的人呢 和一些從來不吃的那些呢 也都看到呢 肯吃這些補充劑 維他命抗脈鹽的人呢 他整體的患病率是低的 那所以這件事就不需要笑啦 就是我覺得背後呢 很多因素的 很多人是故意放這些這樣的訊息 那我的經驗呢 我經常和那些患病人 大家分享啦 我說 你當你發現呢 傳媒呢 或者政府呢 去禁一種營養素呢 通常呢 這種營養素 因為它太過有效 令到呢 那個藥廠的生意呢 受到影響 受到威脅呢 他一定用某種種方法 是把它禁掉的 那將來呢 我會和你分享 有一本書的資料 那這本書呢 叫做Politics in Healing 作者是Denelle Haley 裡面呢 講了十種很有效的醫療方法 包括醫癌症啊 和很多嚴重的病呢 有些簡直呢 一針就醫好了 所以呢 這些方法 這些全部呢 是被人打壓了 大家沒有機會 一般大傳媒 不會講這些訊息 是 所以如果有機會呢 我們有機會看到這些書 你多一點去了解 那這個作者呢 是一位紐約州的參議員 是 所以這些人的背景 不是一個普通人的背景 嗯 真的很期待啊 那這些資料呢 我待會和大家多一點分享 嗯 讓你知道吧 好啊 其實我們根本在有很多的 是非對抗性醫療以外的工具呢 是有些是 效果是驚人的 有些說醫癌症 是濕濕碎都醫了的 嗯 好了 那除了 這個的多種營養素 抗氧鹽 那我也都用一些 就是必需要的脂肪酸 是 因為很多脂肪酸呢 都是有一種抗氧 抗氧的作用 是 那跟我們健康有幫助 那經常都說呢 你的皮膚缺乏油啊 是不是 是 就是很乾旱 嗯 那所以呢 我們身體的所謂的油是很重要的 那譬如 乳健草油啦 和阿麻子油啦 最基本啦 最常見得到 那另外一種工具呢 就是 我們的腎上腺素 因為很多免疫的反應啊 抗氧 抗氧 抗敏感那些 那些荷爾蒙呢 都是我們腎上腺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腎上腺素的藥呢 都有出現這種的症狀 那有些 有一個營養素的 pandophanic acid 那對那個 腎上腺素很有幫助的 那我也有時候呢 就用乙型補營的方法啦 是 就是用那些叫做adrenal的extract concentrate 那當然這些物質通常 不是因為有荷爾蒙 是本身呢 是有這種這樣的營養素 那這種乙型補營 這種醫療概念呢 其實歷史上都很多 中文都經常都說啦 是 那其實是不是沒有道理的 是真的有道理的 那有些人吃腦啊 來補腦啊 是 吃什麼 吃那個動物的某個部分 來幫助的 是真的有道理的 是真的有原因的 真的有原因的 沒錯 因為那個內臟的地方呢 很多時候呢 是一個營養最集的地方 那你知道啦 我們中國人呢 就吃很多內臟的 很多其實在自然界的動物呢 它它暴裂的動物呢 它吃乾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吃它的內臟的 嗯 那我知道啦 現在西方國家呢 就吃內臟越來越少啦 是沒錯 除了我們亞洲啊 其他地方的人呢 就會很喜歡吃的 那在美國尤其是 它不會吃吃肌肉的而已 那但是在自然界動物呢 第一件事是吃它的內臟 吃它乾啊 吃它腸啊 吃它心啊 那所以這個是 可以這樣說 是證實啦 是一種乙型補營這種概念來的 好了 那除了Panothenic acid 那有些flavonoid 就是Crocytin 也是用來抗炎的那種方法 是 它減低那個痕呢 也減低那個那個 那個腫脹呢 那份量大概300mg 一日三至四次都OK的了 那維他命C呢 是最基本啦 那也是消炎的作用啦 抗氧化劑啦 那呢 也都是吃500mg 一日三次到四次 那維他命C呢 基本上呢 那份量如果太多呢 如果你吃幾千 幾千 或者一千一千 這樣吃呢 那可能有些輕舌作用 是 但是沒有所謂的 這些都是很暫短性的反應 來的 那盡量都是吃一些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 所謂的那個劑量是比較低少少啦 嗯 比如用用300mg啊 或者200 500 那就是外面上面呢 一般就是那個外面買得到 是 健康店買得到的那些 或者肉房買得到 都是這一類的 好了 那維他命E呢 會幫助我們那個維修啦 以及幫助我們那個免疫的那個反應啦 那就是維他命E呢 其實呢 那個品質挺重要的 那這方面呢 一般人呢都很難去懂得去找的 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 那樣 那簡單來說呢 就用一種叫mix tocopro 就是 就是維他命E其實有 有 有大概五類的 那就是如果你要找一些 是多方面都有的 就是不只是維他命一類 那樣的 那吃200的IU 那早上和晚 那每天早晚吃一顆 那樣都可以 那當然啦 維他命E有少許薄血作用啦 如果你吃服服薄血藥呢 那都小心點 就是會加強你薄血的那個問題 那但是你知道呢 很多時候呢 這個我都和大家分享過的 有些人聽到呢 哎呀你吃薄血藥呢 哎呀你又吃維他命E 你不要啊不要吃啊 因為維他命E是有薄血作用的 那你薄血薄得太多呢 就可能會出血了 那我想一下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聽到這件事呢 他就會停那樣東西 不吃啊 是呀 他就會停維他命E 對嗎 那醫生呢 是吧 那就是有時候好笑的 那既然我們知道 維他命E有薄血作用的 維他命E是人是身體所需要的 那亦都很好 為什麼不吃維他命E 是呀 是呀 就是很有趣 一般人呢 真的有時候呢 可以這麼說呢 是太過蠻順權威 太過蠻順政府這些這樣的機構 那大家知道啦 官商勾記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第二次慢慢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很相信美國的FDA FDA是美國一個很醜惡的機構來的 我們很多的很好方法呢 都比美國FDA差不多是消滅了的 那你知道官商勾記的問題 香港人都很敏感的 但是美國的FDA 可以這麼說呢 美國的FDA的官員 大概百分之六十五 就退休之日去美國藥廠的 那你知道那個問題是哪裏 那所以官商勾記就很嚴重 所以你不能夠再相信FDA FDA是根本不能夠管藥廠的 因為他們是靠藥廠 是退休找份高薪的 那除了我們的基本營養素 那草本方面的治療 有叫Bilberry Bilberry Bilberry extract 這個也可以幫助的 因為它也是幫助我們那個 減低我們血管滲透的 那些微絲血管滲透的問題 那就是不會那麼腫啊 那其實某個情況呢 它就可以一種抗敏的 可以抗敏的作用 那當然啦 就是找那個 那個品質很重要 是 那也都可以 複食量呢 即60mg 143次 好了 那除了這個工具之外呢 其實呢 有很多的 用同類療法的方法 OK 那譬如我剛才 小朋友說過個個案 他說過 哎呀我十分仔 沖了熱水涼之後呢 就會 會 會 封爛 那如果它封爛呢 在面部 很明顯 或者它眼蓋 就是很puffy那種 那種 而它是熱是差 而凍呼舒服呢 那急救的療劑呢 就是 黃蜂 Apis Apis Maleficus Apis Maleficus 是 那這個呢 就是黃蜂 即是大家都想到了 如果被黃蜂倒在你的臉上 你會怎樣 你會腫 你會腫 而且腫得來呢 你有什麼感覺呢 你會覺得呢 如果我拿些凍毛巾 或者冰敷一下它 會舒服一點 是的 那黃蜂的症狀就是這樣的 是那個症狀呢 就是浮腫 總得是浮腫 不是那種硬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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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不過是很 就是按下去軟軟軟軟軟的 是 那種這樣的腫 還有有一點點 感覺是摸下去又不是太熱的 雖然它很紅 但摸下去又不覺得它應該很熱 好熱好氣 你以為它這麼紅應該熱 但它又未必一定很熱 觸摸下去又不覺得很熱 但是呢 你用冰敷它更加舒服 嗯 如果你遇到這種情況 尤其是它發生在面部 眼蓋 Aplus Maleficus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機會 都可以的了 有效的了 明白 好 除了這個療劑之外 還有一種是叫做 Roostox Rost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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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植物 有些人會接觸到之後 就會出現那種植物 會出現這種又紅又種又出水 當然 Roostox 也是幫助處理這些 又紅又痕又種又出水 又或者有些水泡性的 那這種 Roostox 是可以很快的 那很可能一天吃三四次 一兩天左右 就應該見效了 當然跟療劑也是一樣的 如果見效就繼續用 或者見效根本用一天兩天都搞定 如果不見效 其實三天之後都不用用 就可以轉弱 如果感急的時候 我們通常用三劑 三劑一定要見效 如果不見效 通常都不可以 除了Rostox 曾經有Aplus 黃蜂 Rostox 還有Bovista Bovista是一種植物 也是對這方面的症狀很適合 Bovista通常是女性 有驚奇方面的症狀 加上有風難 但很容易有風難 我們都會考慮用Bovista 是 這方面的工具 好了 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薰是很普遍 是呀 很多人都買得到 有機會用得到 用香薰油的處理 有哪幾種呢 Chamomile 羅馬金谷 Lavender 薰衣草 和Rosemary 這些都是幫助舒緩壓力 這種方面都可以用 當然了 香薰油一定要溝淡 不要直接用 因為通常濃縮的 是灑瓶貴貴 很貴的 很濃縮的 幾滴呢 放在底油那裏 或者放一些水 浸一下 或者用噴霧的那些瓶 裝進去 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尤其是當個小朋友 是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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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適合用的 這就是香薰油的那種方法 基本上我們怎樣去做呢 要留意一下敏感源在哪裏 除了食物之外 很多時候環境方面 比如有些人對裝修的氣味很嗝 或者對香煙味 或者我們通常是家庭用的清潔物質 或者洗衣服、洗衣服 所以我們盡量去採用一些 我們所謂的少一些化學物質 其實有些都是無公害的物質 或者是比較環保一點的 但當然 也要過濾清一點 有時候你用一些很自然的洗潔粉也好 如果你過濾都不清楚 就是不乾淨 也會有出現問題 也會有敏感 遇到這些情況 也要考慮一下 例如小朋友 通常在睡覺時會出現 想想一下 床單是否過濾都不乾淨 是否需要用一些 比較環保一點的 小化學物質的洗潔精 當然皮膚要乾淨 但不要過份洗 有些人用很多肥皂 經常覺得皮膚風爛 經常洗 其實也不好 也會盡量用一些 比較天然的肥皂 或者是肥皂 或者是用一些低敏感類 那方面 如果你發現有些東西 你接觸得到 都會出現有問題的 例如金屬 那些 大家知道 戴手錶也會 有些皮帶扣也會 很明顯 如果這是你的因緣 所以一定要自己想白髮器 避免它 我們在處理風爛方面 同學療法的效果非常好 通常同學療法 可以很快控制它 但要它不再出現 我們都要了解原因 所以通常要相管齊 效果很好 風爛是一個不難治療的病 所以自然療法 這方面用工具 是肯定有好幫助的 或者再給多個簡單的提示 家裡可以做到 有時可以嘗試一下 浸肉用梳打粉 是 梳打粉可能是浸的時候 效果會更加快 平復也會更快 當然 有些人也會 企圖用草藥 中草藥都試過 其實有限度都可以 但要了解 很多皮膚表面的問題 根源在身體內 所以一定要加上 處理內的真正起因 明白 余醫師 我想問一下 風疹和濕疹 是否一樣 是很不同的 兩個很不同 或者下次可以再有機會 濕疹也很普遍 我相信 聽眾已經有電郵來 有提問 會問我們濕疹的問題 好的 多謝袁醫生的分享 希望幫到這位聽眾朋友 我們稍後再回來 再解答另外一位聽眾朋友的電郵 好 謝謝 謝謝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我們又回到自然療法與你 這部份會和大家討論另一位聽眾朋友的電郵 剛好 我們剛剛說是否濕疹 沒錯 原來這個電郵正正是提及關於濕疹 或者我讀一下電郵 討論朋友有什麼困難的地方 這個電郵在4月4日收到 因為他沒有處名 所以我不方便公開他的名字 這個朋友的嬰兒現在四個月大 但他的皮膚很差 整個臉子都濕疹 之前已經看過西醫 塗過一些濾固醇的藥 塗過後就好一點 但之後又會重新 也試過用一些片糖水 溶在水中洗澡 又試過用米水去洗澡 但也不行 真的很想請教完醫生 有什麼辦法幫助他 他都很心急 剛好我們說話說 嘲嘲嘲嘲到 剛剛我們聽眾說濕疹 其實很多人可能對濕疹和風難 兩樣東西都不太懂得分辨 是不懂得分辨 當然了 病人通常都能分辨到 風難我曾經所提及 通常會腫起來 至少濕疹就好像會腫起來 除非他有一種很嚴重的濕疹 皮膚都結了 膠、厚、厚 也有可能 濕疹是一種皮膚的炎症 所謂皮膚炎 簡單來說 通常是一塊塊 乾和脫皮 會脫皮 當然他會有一種發炎的狀態 有些時候下面會滲一些水 會滲出來 風難就不會滲 風難除非他穿 有些真的嚴重到腫到水流出 這就不太簡單的風難 那些可能是水腫的腎問題 好了 濕疹腎通常都是比較乾 皮笑 出水都是因為皮膚破裂而出 這種情況都可能 很多時候都是慢性問題 是 長期以來皮膚開始變硬 起快 整塊拱起來 長期來說皮膚已經變色 通常變深色 一看 一打開來 整隻腳都灰色 我見過灰色都有 白白灰灰都有 全是皮膠 一塊膠在上面蓋住 但有些時候就算好了 皮膚也是比較深一點 有些顏色 當然癢是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有些人就慢慢地拱 聽過很多時候 小朋友 小孩或小孩 慢慢地拱 家長通常幫他穿長的衣服 包著腳 令他不要睡覺的時候 不止過地拱 當然有些人拱到損 拱到出血 所以第一件事 我通常都盡量想辦法 幫他不要太癢 當然不要太癢 一定要治好他的問題 就不是只癢藥 好了 患處理到很多方面 我這個病者的小孩 是從臉開始的 在我的臨床經驗 我處理很多病人 很多時候 嬰兒多數都是從臉開始的 但是如果處理得沒有有效地處理 慢慢地過後 他可能去到手拗 腳跟膝蓋 膝蓋後面的部分 臉部反而可能少了 但是很多時候 你問回病歷 寶寶仔的時候 由臉部開始 當然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現 好了 他可能急性地出現了 也可能持續很多疑然 可能好一下又不好一下 當然 有些人很害怕 會問這些濕疹會不會傳染 其實濕疹不是傳染症 濕疹通常是一種敏感症 濕疹大概可以分兩類 一種叫二位性皮炎 英文叫atopic dermatitis 另一種是接觸性皮炎 叫做contact dermatitis 那二位性皮炎 很多時候 就有少少遺傳的因子 那很多時候 你問回他 他父母都說 哎呀 或者他爸爸 或者他自己媽媽 都曾經都有過 都曾經都有過 所以這種情況 還有 遇到這種 這種二位性皮炎的敏感 通常就不只是單方面 皮膚發出的症狀敏感 很多時候他對其他食物都會敏感 甚至對那些花粉 那些塵埃都會敏感 通常這種二位性皮炎 通常是比較長久的問題 就是慢性的病 好了 另一種就是接觸性皮炎 大家都經常都說 哎呀我不能夠戴假耳環 不是全金的耳環 或者我戴那些手錶 有時候有些金屬的手錶 他都會發的 那這些通常是和接觸有關 那也都有一些人 可能有些肥皂 或者一些浸浴 有些人bubble bath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化學物 就是少做的 或者可能那些染料 或者衣服的染料 或者那些毛毛 那些feather 或者化妝品 羊毛 或者一些植物 環境方面的污染 都會導致這種這樣的 濕疹感 當然環境污染的人 通常都可能會有酵喘 帶來的 皮膚和酵喘 很多時候都發生在一起 但是也有人會看到 如果沈蚊仔 如果情緒激昂的時候 會導致濕疹感 會發得更厲害 那這個我覺得 是否起因呢 我想真正都很少說 純因為情緒的問題 因為沈蚊仔很可能 真的人很不舒服 行得太辛苦 勾來勾去都不夠 那可能發紋症 那發紋症 發紋症的人就在那裡哭 變得好像會差一點 那當然他本身 就是不是一種傳染病 又不是因為病毒 細菌引起的 但是呢 他本身如果是 因為他勾到損了時候 可能都會受到感染的 就是他只不過 因為皮膚破裂 那所以都要留意一下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遇過很多病人 是濕疹都很嚴重的 就是爛了的 很大的面積的 但是始終他又不會發炎的 就是很有趣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 有一點傷口都會發炎 但是有時候 整大大的濕疹 整身都是 反而發炎的情況 又不是那麼厲害 是 那好了 那這個聽眾也有說 那試過很多藥膏 雷固醇 這些 大家都明白 雷固醇這些 真是治標不治本的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會長期這樣用 那我遇過一些病人 是很大 都很大 成五十幾歲的了 那他的身體那些 塗的那些雷固醇呢 是塗到皮下的那些 全部乾了的 嗯 就好像紫那些 乾乾的 還有你下面的肉質都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雷固醇呢 是會消化你的那個 那個 我可以叫做淡的 Nitrogen 是 譬如像那些蛋白質那樣 那如果你長期塗呢 你身體那些肌肉 都會讓它慢慢腐蝕了 那所以長期塗呢 那個皮膚呢 是傷害很大的 很乾 那在我處理很多 這些這樣的症狀 那其實最難處理 就是那個 雷固醇的傷害 的皮膚 就反而濕疹呢 就不是那麼難的 是 但是始終呢 長期塗那個 那個雷固醇呢 它本身皮膚已經破壞了 那所以要好的時候呢 真的慢慢地 是醫治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雷固醇的副作用 更難過那個 那個本身的皮膚的濕疹 嗯 那所以就算它不再化得好 它破壞的皮膚呢 都要慢慢地多 就是要斷長的時間 是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呢 西醫方面呢 也有時候止痕啦 那吃一些antihistamine 抗敏藥啦 那Banadryl 這一類的 Etherex 這一類的問題 但始終這些全都在說 都是自個表症啦 真真正正的 也都沒有真正處理 那個本身的問題的 那也都有人呢 那些呢 就是呢 既然呢 雖然呢 雖然沒有鋁固醇 那麼大的問題 但始終呢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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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濕疹的烤嘴会发生 很多时候我会看到这两类交替性 在濕疹来说 我们处理的病人里面 濕疹是比较多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始终在现时的对抗性医疗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濕疹是挺困扰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很多病人 就会因为濕疹来寻求自然医疗 我们也说了 濕疹与食物是一个很大的联系 当然我们第一要看这个食物有没有问题 我们临床过去经验 食物方面鸡蛋是第一个 我们第一件事有没有吃鸡蛋 如果审美者说很喜欢吃鸡蛋 马上要先割 除了鸡蛋之外 牛奶也是普通的 是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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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柳 这类的也是普通的 有些人说吃了贝壳类的食物 这些是很明显的 也有人吃一些小物 如果牛奶、鸡蛋、小物 都是敏感的 是很败的 很多东西都有 就是要吃饭 不可以吃面包 不可以吃面 小物各方面的食物 如果有些人说 我整天都有了 我都不知道什么食物 那要怎样自己可以做什么呢 有一种叫做 即是自己做Fasting 即是一段几天 什么都不吃 如果你在几天 什么都不吃之下 只喝水 你会发现 起码症的症状就没有了 或者减了 你知道食物引发的原因是很大的 好 接着呢 你将你平时很喜欢的食物 来到一样一样加 逐一样加 逐一样加 譬如我断食了三天 或者我吃一些很低敏感的食物 试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真的舒服了 当然皮肤的救患 不会即时三天就好 起码不会再发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你再加你平时很喜欢吃的食物 譬如你很喜欢吃鸡蛋的人 到时你就加鸡蛋 可能加鸡蛋 就很快就立刻恨了 你知道鸡蛋的问题 没错 那你接着呢 要不要吃鸡蛋 又再Fast幾天 那下次就加什么呢 可能加牛奶 譬如你很喜欢吃芝士 那你可能牛奶有一个因素 这个就叫做 Elimination Diet的方法 我以前也教过 就用那个hesion 先量度的摄影 就用那个树谷的试试 就直接量这个蜜薄 对不对 那你可以加上去的 那么看蜜薄 在一分钟之内 有没有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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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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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那有很大机会 那你吃的那个东西是有敏感的 ok 那么所以可以加上这个 还有自己感觉上皮肤各方面 食物方面, 多食材夹的维他命A, 或者胡萝卜素 哪类食物呢?就是红萝卜, 蒸的红萝卜 红萝卜是很有趣的, 我们认为很多食物煮食会令营养减低 但是红萝卜维生素, 维他命Beta-Carotene 这方面, 煮的过程分比较高 所以, 轻轻地蒸一下, 还有, 叶绿素的食物 例如Dandelion, Carly, 这些叶绿素 Green Leafy Vegetable 油, 我们可以喝一下麻糬油, 橄榄油, 或是Walnut Oil 每天, 起码喝一汤匙, 或者混入食物那里 可以用的, 这是一种, 亚米加369 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好了, 其他牛绑, 大家都听说 有些人煮的牛绑茶, 其实都可以尝试 市面我都见过的, 牛绑, 这只有一种方法 或者就算葡萝卜, 大蒜, 洋葱, 都是很有帮助的 好了, 除了食物那方面, 指引,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们在营养补充剂, 我通常都应该这样做 先吃多种维他命抗物盐 在我们自己的公司的诊所, 我通常用农粟食物 在都是巴碎羊, 巴碎羊是一个多方面的营养素 我通常叫他修盖亚麻纸油, 然后放入豆奶, 或者将香蕉 将它附田混入 这是一个早餐的鲜蛋糕 我自己用这种方法 喝了十几十年起码 我通常早餐就是这样 放入香蕉、营养粉、蜆蜜粉 我通常喝了这些 今天经常吃了很多不同的维生素 补眼、补脑、抗氧化 妈妈都吃了一大量的 基本上上班就不用吃饭了 我不太肚饿了 下午就吃点东西 下午茶的份量就足够了 接着就有些针对性的营养素 例如β-carotene、维他命A 一般来说 β-carotene是水溶性的 所以不用怕会过量 就算你吃红萝卜汁 喝红萝卜汁 喝到皮肤都黄 其实都不重要 这些都是一种很暂短性的 也有些医癌的工具 就用这种方法 但维他命A 就因为它不是水溶性的 所以就会聚集得很多 也有些所谓的过量 虽然从来没有人死在维他命A过量 但是在理论上 我都要大家提一提 尤其孕婦来说 通常来说 维他命A就不要多过25,000的国际单位 就是维他命A 25,000的 起码一个星期里面 这方面比较小心 但当然胡萝卜素就没有这个问题 是 既然我们的食物敏感 通常跟我们的消化能力有关 是 所以如果是用一些烤素 疑状烤素这方面的补充剂 或者加一些盐酸 就是 帮助你的身体 这个消化蛋白质的能力加强点 因为很多时候 食物不消化 就不是只是浪费了少少食物 就是修理出来就算了 因为不消化的物质 在我们的食道里面 会化为一种外来的分子 身体吸收了 就有一种敏感反应 所以最重要是吃肠状 就是那个消化度 食物一定要完整消化 那我们吃很多的消化酵素这方面的工具 好了 那那个 那个月见草油 是吧 油那方面 也都很有帮助的 那维他命C 和C杂 也有爆发酵素 这方面 维他命E 这些是很基本的抗氧化剂 但当然 那个质的那方面 就最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 那 还有就是 升 升是维修的那些伤口的 就是有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拔到損晒 可能会发炎 那吃完升会有帮助的 嗯 那 那 吃了一段时间 可能每日 每日吃他15-25mg 一日两三次 那吃他一个月 那样 那 有一种方法呢 可以试你身体到底升是否足够的 是 那 他这种物质是一种 一种 是 升收肥这种这样的物质 那 那通常呢 你就拿一口含在口那里 是 那 如果你的人的那个升本身呢 就是很足够的呢 那他就会有一种一种 就是一种金属的那种味感在那里 是 那 即是你足够了 即是你身体足够了 嗯 如果你含了下去呢 完全都不觉得有吃过那些任何东西 没有味的呢 那你升是不够的 哦 那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 嗯 那 那升的食物呢 就 譬如那些 那些 蚝那方面呢 是升是比较多 比较多一些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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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 澳洲人做了这么多癌症 原来澳洲的土药里面是很缺乏的 那 那种微元素呢 帮助身体呢 利用维他命更加效果更加好的 那 所以 你昨天说的 那些基本的东西 其实都是很大陆的东西 是 那 但是 最重要的就是先避一避下 那些不应该吃的食物先 嗯 那 草药方面呢 就有几种的做法的 那 那 那 有的建议呢 就是 你 就吃几种的草药 每个星期吃一种 第一个是吃Birdau Birdau好像是牛榜 牛榜根 葱茶喝得好 吃它一个星期 有些可能是Capsule 有些用葱茶 第二个星期是吃Echinacea 紫水花 和Golden Seal Birdau是帮助你清血 清血毒 牛榜亦是一种Blood Purifier 亦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第三个星期就吃Red Clover Red Clover亦属于清血和Blood Purifier Red Clover是其中 用茶包也好 用Capsule也好 看你买到什么 接着就是甘草 Licarage Licarage 终于叫和中 很多时候 Licarage 那个甘草 加进很多中药的配方 它作用是辅助其他 作为和中的工具 但是在西方的自然药 发现它是一种天然的抗炎药 但是 就这样吃那个甘草 如果吃得长期吃 都可能会引起血压高 是 有一种是叫Deglycerate 即是DGL 其实是将某种成分 是减了去的 那这种Deglycerated 的Licarage 这种就是高血压的问题 就不会出现的了 那其实方法真的很多 那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发现 皮肤真的损害了 坏了 那我们去塗一个金盏花 金盏花 是可以不单是帮你处理 那个感染的问题 亦都帮你令到皮肤 是那个 就是那个 复原得更加好的 是 很多时候的疙瘩都会 会少很多的 那除了这个之后 是Pine Pine Bark 或者Grape Seed Extract 那这个 这个我香港也见过很多的 那些这样的 就是那个 菩提子核 那些 那些 那些抽水纹 那这个也都帮助 因为它有一些 有消炎的作用 还有一些Bio Flavor Noid 那这个就是草油的方面 是 好了 那除了草油之后 同样的疗法 就很多很多很多 是 在我的治疗方面 我都尽量先看一下 有没有同样的疗法 那个阵型 是 那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很适合于皮肤那方面 那个疗剂 那一个就是Graphides Graphides Graphides 那种阵型 通常是比较上 可以干也都可以濕 就 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现 是 那 可能的时候呢 在那个手掌面 耳背后 头皮 那样 那Graphides 的型的人都比较上 那些体型 比较肥 那些人的身体 比较肥 那些人的身体 那些人的动作 也比较慢 但是呢 通常都是一块一块这样的 可能有肝 可能濕 两种型都可以的 那这个一种可以考虑 就是Graphides 那另外一种是 Myserian Myserian 那种症型很有趣的 通常呢 它是 濕疹是 即是整形结晶的 是 那就是 脚下面呢 你会揭得开来的 还有些液体是滲出来的 嗯 那有时候呢 在那个头皮那些 那样的呢 更加更加对的 是 那有时候呢 如果遇到这种这样的 比较上严重性的 就是不是一般的 濕疹呢 通常呢 就是 少少红啊 少少皮蝎啊 那样 Myserian 那种型呢 它直接结晶了 是 整体在上面 这个胶呢 只能撕开来的 整块的 那样的 那下面可能有些 液体也可能有浓水的 那这个呢 那就是Myserian 那另外一个症型呢 是Sorinum Sorinum Sorinum 和疗法的症型呢 通常呢 可能在那只脚那里的 在脚那里的 是 如果没什么 Sorinum 是比较怕冻液的 那还有一个呢 是硫黄 硫黄是怕热的 你知道硫黄 硫黄 好怕热的 好多汗的 不喜欢洗澡的 那喜欢呢 就脱大脚的 就不喜欢穿衣的 小朋友呢 就脱了脚走这样的 那样的 那面又红红的 眼又红的 眼圈又红的 鼻圈又红的 耳圈又红的 嘴圈又红的 如果你看到这些 这样的形状的小朋友呢 多数是硫黄型的 硫黄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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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脱买 脱买 嗯 好了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正形 就是Rustox 就是我曾经提及过 那是Poison Oak Poison Ivy 那类的物质 那通常呢 它有一些水脂 走出来的 是 就是它红得来 干得来 皮脂都出来 那通常呢 它有一些水脂走出来的 嗯 那遇到这些情况呢 通常呢 也都是 就是 这个 这个Rustox 型的人呢 就是喜欢热敷的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有种正形的 遥疗剂呢 比如黄蜂 就不喜欢热敷的 就是冻敷的 冻风吹的 但是Rustox 的人呢 是喜欢热敷的 它皮呢 就抱着 包着它 那或者呢 你叫它冲着水粮 或者那些 用一些Oak Milk 那些物片粉 来冲身呢 它很舒服的 那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要考虑呢 用Rustox 这个这样的尿剂 那也都有些 是 Ertical Urine Ertical Urine 这种正形的人呢 它痕得来 有种刺的 像刺下刺下 那样的 通常是肝啊 那样的 那可以用 考虑用Rustox 那 那 从有些 当然 市面有的时候 你会找到一些疗剂 就是多方面的 是 即是煮的那些疗剂 就是大堆头 什么都扔下去 都可以的 好了 如果真的很急急急 那现在 在那个 在背腹 花药 那个系列里面 就现在出了一种 一种 Oainment 一种高的 那当然 这种Oainment 是Rescue Remedy 就是够急育 是 那在用的方面 很多方面 包括濕层这方面 OK 其实都可以 可以用得到的 好了 香薰油 那大家都知道了 香薰油的历史很久的了 那也叫精华油 那有些什么油 油帮助呢 比如Geranium , Lavender Murl Niroli 和Rosa 这方面 都是 比较上 都挺容易找得到的 是 那都记住 你可以滴在浴缸里 或者滴在水里 千奇摸 是直至这样 放下去 嗯,没错 好了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可以做些什么呢 很多家长都说了 有时候 他就拿一些冻毛巾 敷下去 会舒服的 是 有时候人们走得很厉害 我们叫他不要拗 其实都很难的 说得容易就更难了 那通常我教他 就是慢慢地 轻轻地掃一掃 因为有些静电作用 是 如果你的小孩 痕得很厉害 就是 与其被他硬地拗 都损了 那种做法 就让他用手手 轻轻地掃一掃 那把静电掃走之后 那种痕量都会减少 那当然 除了这个之外 可以用那个物片 那麦片 那麦片 就是有些做 我觉得最少的方法 就是用一个物片 用搅拌机 就化化 变成粉 是吧 那索性 就是变成粉状 就浸浸浴 但是 有时候 怕这些物片 会失去的 会失去浴缸 那麽 那麽 所以有些人就建议 就用一些 那些 摆圆 那样的 那些 那些袋 就将她倒入 拿在那水喉上冲 但我的荷汁比较浪費 我索性 不如將它打做混合成粉末 這些粉末都不會失去玉干去水泉 也有這種行動 可以塗 你覺得用冻痕 當 Bronx 塗在皮膚上 當然是皮膚是保持濕度 不要被太容易乾 所以洗澡时,不适宜洗得太久 令身体自然的油脂会减少 用一些天然的洗澡 保持濕度 有些人说,需不需要曬太阳?需不需要见光? 很多时候人们不喜欢暴露,一方面不好看 因为当aron松也行擀石,嘛 也可以接触 pieshearted 虽然植受阳光的紫外线是更加好 亦很需要用 ciągle的使用 冥净的清理炸水 常常穿棉质的物质 比较轻轻 天然一点 洗衣服也是 以前也常常用 就算用洗洁精 尽量用天然的洗洁精 还有过滤得多一点 可能一次过滤不够 再开一个回合 过滤它 还有食物环境敏感 跟上次说的风烂 其实也很相似 简单来说 如果听众遇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大的情况是敏感 当然环境敏感 有时真的避无可避 有时有人说 我家里有装修 那怎么办呢 当然装修不会无纸径 不需要考虑搬家搬走 当然如果你住的区 有很多工业区 可能真的要考虑搬走 当然我们最希望 可以加强身体的抵抗力 即是各区里面 不是每个小孩 或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 那就很视乎 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 我常常都很强调 因为健康的人 可以抵受很多环境的压力 当然最好的方法 都是加强自己的抵抗力 但当然如果你是年老 一时间是没办法去处理 或者增强自己的 改变自己的体质 都在食物敏感的方面 再说一次 鸡蛋是No.1 在我们的过去经验 No.2是牛奶 其他就是小麦 和金属类的食物 巧克力 都有机会 有一个简单的Cru 一个线索 就是说 如果你的人是很喜欢吃那种东西 就很大机会 那种东西是用敏感的食物 由那方面着手 有机会 大家都可以处理得到的 当然如果是 很多我曾经所提过的工具 其实一般的健康店 都会买得到的 自己先试一试 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 用同学疗法 就可以加快复原 OK 好 多谢完医生的分享 希望刚才完医生的 这么多种的补充剂 或者一些建议 都可以帮到你和听众朋友 好了 我们很多谢完医生 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